應該是好幾個年紀 我那時候你用七股黑麵紀錄的報告 那時候 親戶的人都沒有任何他們的故鄉是要去看的 那時候我會說這很特別的 他們都沒有太相似 等到第一台遊覽車 有帶人來親戶看 看蕉仔、吃蚵仔、替誰 這個大海 沒有,這真的有人去看 開始 他們就做一些順 一順政策不會順 因為他還要去大連工廠 他就開始做一順自利救濟 現在 已經比過這麼高興 成功 成功 要很長時間 蕉仔、從我開始 知道近景的已經有很久了 是說近景到沒有人知道 現在 現在 知道的人不太少了 但是 會說對家裡走起來 這樣不簡單 真的感謝 這是我們想到阿廟很大 阿廟說不想去釋放政府、釋放無論將來 因為你知道你們這裡 有很多人知道 所以 我是在想 我們這台北可以 讓台灣什麼意義 這是 我們來是 創作出來 很多人來關心的時候 就覺得有意義 有什麼意義 是我們要從自己走過來 以前不想創作的意義出來 有幾個方便 以前我們在說的時候 一陣子 我剛才說台北的夫人 我說這是前三生態系 以前 我第一次 是先 把琉璃蘭一邊 代表府 代表府一邊 以前我就說前三生態系 來 對琉璃蘭那邊 因為琉璃蘭陰人 老家在這裡 對,他娘家在這裡 娘家在這裡 然後 又來的時候 說這裡B跳 又到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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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府一邊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人覺得 是過的 那些放空 一過 外面很麻煩 拿放空 過 然後就一個 請他示外桃園 這個地方 沒有放空 也是有時候 他就告訴我 寒動 但是要更多 那經過 那個空間感 就覺得 變成一個 另外一個 世界 嗯 剛才有告訴我 我第一次來這裡的是 煙霧名帽 煙霧 真的 像仙境一樣 像仙境一樣 那個啊 一個多的 樓豬 切好 要下來也要切好 要樓豬 就這樣 很多 雲霧 雲霧 一般都中海拔 高海拔 大海拔 在城市旁邊 有這樣很特別 啊 本來是 當然 從這個角度來看 潛山生在西來看 對台北的意義 是很大 啊 但是我們現在說 自己要來關西馬祖 怎麼要創作 整個台灣的意義 啊 沒有啦 我潛山是台北人的問題 台北人要自己解關啊 啊 現在我們說 有幾個點 就是說 宗教到底 在台灣的意義是什麼 尤其媽祖 尤其媽祖 有一些看法 跟批判那些看法 說其實宗教 尤其是媽祖的信仰 是從清代以來 清代日本 到現在的中華民國 政府 國家在控制人民的這個幹部 嗯 啊 當然這個控制的過程 你幫政府控制人民的 才能得到的好處 我們還要顛覆這個事實 現在新莊持有說 新莊新莊那些地方在關頭什麼 嗯 那新莊很沒力 啊 啊 我們是怎麼 我們當然媽祖的信仰 有好的地方嘛 但是 因為有好的地方 就有人拿這個簧子 來娛樂鄉民 啊 這個是很普遍的啦 甚至這個事情 都不是台灣的特殊現象 全世界都這樣嘛 拿到宗教 的組織 他就可以控制人民 他就可以得到好處 這個東西要去改變 宗教反而是 劝人向善 要 要 普渡嘛 普渡眾生 那個畢測是 收瓜眾生 所以我覺得 要從這個地方 這可能是 台灣宗教改革的一個切入點 有具體的案例可以看 不然沒有受害者 大家都受害者 你很難去講 現在有一群人 就是受害者 很清楚的受害者出現了 我們來幫助他們 大家來幫助他們 變成台灣宗教改革的一個切入點 但這個要大家外面來幫 不然他們才會怕 我其實說 按理清裝持有工控制 一開始告訴他 但是你真的要做 說的時候都很舒服 很舒服 你真的要做的時候 壓力不大 所以我們到現在都沒時間了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 外面的來幫忙 可能搞不好比較好 宗教改革的一個切入點 另外一個是土地的問題 今天是持有工來造我們的土地 其實台灣各地 從日本時代 包括原住民 以前的 可能不管是 漢人來肯荒 或者是原住民 住在台灣做塊土地上 本來就沒有所有權的概念 因為所有權 記得你不要 現代國家 從西方移植過來 現代國家的控制體系 才有所有權的概念 所以在這100年 200年 或是幾十年來 現在 現代政府已經控制 每一個角落的土地 連釣魚坦都會控制 更何況是在這種地方 所以我們 是不是從這個地方 台灣土地有改革的一個地方 的一個切入點 那 我講我 復仇生在我過來的時候 在樓里 你看這裡的 這裡的歐捷運歐過來 你看到進步還是會草地 包括以前 我們沒有特別談談 今天稍微聊一下 我們這個外面 它有一片是軍方土地 那個樹都很大 軍方當初也是徵收這邊的農地蓋的 現在軍方又要再 釋出土地給 這裡也是 現在 活的人沒有立罪之地 土地炒成這樣子 我們這裡要做殯葬區 持有公想要當殯葬區 以後連死也無葬身之地 還有這個土地改革的問題 不只是從活的土地 還有死 死掉以後的土地 那這個又進到 整個殯葬業 整個我們 人的 台灣人對生命觀 要怎麼看 那這個又回到第一點 宗教改革 所以我剛剛這次 這個地方是 可以創造很多新的意義出來 以前我也有 以前 應該的那個 屏東紅灰祥營 來發抗禮嘛 人家舊鐵橋 兵要會起火葬場 很不利的啦 那時候我就把 因為剛好綠黨 都跟市這群人 就串在一起 我請問你去啊 我也 我也找那個 苗栗厚龍 那有一群受害者 然後把這三個 案子都殯葬業了 這些人 要讓我們死無葬身之地啊 他們都要炒作土地 連活的人土地 死了 什麼都要炒作 所以我們 把這個東西合起來以後 就變成一個 台灣的 宗教改革 跟生命觀的改革 那這個 平常你要去改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說 不要燒紙錢 我自己都做不到啊 我說我做不到 不是說我 我自己不燒 我媽媽過世了 我不燒 不是我不燒的問題啊 是整個家族 是整個 國務燒長也說到不好啊 還是說 自己做的利用的時候 你沒有的生理 人家要處理啊 這個不能從一個 單純從一個環保就來講 你要燒紙錢不燒紙錢 這個一百年前 台灣的前輩在推 台灣的宗教改革 就已經推過啊 為什麼失敗 為什麼現在要再重新再來 我們不能只從一個 燒紙錢環保要去壓 壓不過去 我們就要從整個 宗教改革做起 以前這種東西 我們要找 施力點 現在這個案子就是一個施力點 那我覺得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講得比較遠 那當然我覺得每個人 看這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觀點 越多人來看就越不一樣了 今天國姓很厲害 蛤? 我這個地方來 那幾次 但是國姓今天解說 我第一次聽到 觀點 剛才一點 沒有 他們這裡還有一個 超級解說的 所以我剛剛說很多人 那如果說 因為今天有台 大家在講話 像我剛才在學會 也講話 趕快就這樣 做紀錄料 可能就會去散播出去 那可能 不是我的觀點很厲害 可能也有別人的觀點 大家都把這些觀點散出去 然後找更多人來看 那當然我們地方這裡 也是會慢慢創造新的 土地管理的 集體管理土地的方式 因為如果說我們把石油公趕走 把土地要回來 要回來是變個人個人民善的 我想外面的人也不會幫忙 我們也講過很多邊就是說 這個我們要創造什麼新的 土地管理的模式 神明會 或是什麼 要按照 怎麼樣能夠牽香進去 現有的法律制度 但是不是 用舊的法律制度 做舊的事情 而是用舊的法律制度 做新的事情 神明會 台灣到處都有 大家是神明會的 都現在我們說 都利用宗教在 強散土地的 我們能不能利用宗教的組織 來變成社會的組織 其實這裡本來就是一個社會的組織 就是宗教的組織 重疊的 然後又同時是土地管理的組織 然後能夠開創一個新的典範 這個新的典範出來的時候 原住民他們的土地 被國民政府侵占的 也是又可以用類似的模式解決 不管用原基法 或者是用各種法律 我們都找得出方法 重點是土地要重新回到人民 集體所有的這個舊的概念 舊的觀念其實有時候比較好 而不是從西方傳過來的時候 土地分到每個人身上 其實我們看中國大陸現在 說以前從共產 然後變成現在都資本化了 包產到戶上 現在資本主義已經很支配性的觀念 我們怎麼打這種 在台灣這個土地黨 舊的這種 土地管理的傳統智慧 把它做出來 那不是只有家會台灣 甚至是都會變成全球的案例 因為世界今天能夠抵抗這種全球化 土地私有化的潮流 我們做出一個新的典範 就可以寫國際論文 怕我上來要加國師肉都要這樣做 哈哈 哈哈 謝謝